金門馬祖 包括孔文吉所講的 原住民的這個轉型正義 當然也要納在裡面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離民進黨第一次的完全執政 時間越來越近 但是在很多議題上 他們的立法的態度前後不一 如果我這邊資訊沒有錯的話 這個星期二 才針對調度司法警察權 郭立雄委員的版本 特別要求憲兵退出司法警察權 但是在這個促轉條例當中 我們卻要求憲兵能夠 有司法警察權去介入相關的調查 我覺得我們立法委員的職權 其實是要限縮監督行政院 但是我們卻讓行政院不斷的可以擴編 包括最近民進黨的兩個草案版本 包括不當黨產 包括今天的促轉條例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這個調查委員會 可以不斷的擴編它的組織 過去我們常在講說 政府組織不得龐大 但是我們卻看到這個促轉條例當中 要安插多少人 就可以安插多少人 民進黨還沒完全執政 他已經想到哪些人還沒安插 透過這兩個委員會 可以進行安插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看到第七條 其實附水組織是一個非常空洞的法律概念 民進黨當然也有很多的附水組織 未來我們要講促轉條例 其實裡面未來還會有很多的爭議在裡頭 我們立法權 包括我們立法權不可以 我們立法的過程當中 其實還是不能夠違憲 但是我們通常 要侵犯到人家家裡 這個司法警察權 未來憲兵如果要到人家家裡的話 一般都要有法院的搜索票 未來司法警察權調度 難道隨便可以進到人家家裡嗎 這個叫做警總復辟嗎 我們又要回到我們台灣好不容易 走過戒嚴的30年 民進黨拿著民主的自由象徵 獲得了過半民眾 台灣民眾的支持